大家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开始菜单画面的设定 OK,大家打开开始菜单 那Windows的开始菜单是很有特色的 它是按ABC字母顺时排列的 那我们不必要拉到最后 任意点其中的一个字母 点开 画面就会出现26个字母 这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M Microsoft Office就可以找到它 点开 好,里面有Word 2013年 点右键 选其他右边固定到任务栏 点开 这时候Word 2013就跑到任务栏当中 那同样Excel也同样点右键 选其他 固定到任务栏中 OK 这样我们学买起来就很宽便了 好,我们既然打开了开始面这个菜单,我们看一下设置 我们来完成另外一个设置 OK,打开个性化 选颜色 选颜色 OK,选顺了 OK,选顺了 好,这右边有三个 是开始菜单,任务栏和操作中心透明 是开启了,我们看一下开启的模样 好,下面我们把它关闭掉 好,再打开 就没有透明了 下面是显示开始菜单任务栏和操作中心的颜色 开启的模样 开启来是这样的 好,我们把它关闭 再打开 好,把原来颜色都没有了 第三个是显示标题栏的颜色 好,我们看一下标题栏 有颜色是蓝色,没颜色是白色的 开启来是蓝色 没颜色是 关的是白色 OK,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 开始菜单画面 希望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